杨迪曾以长得丑被主办方拒绝颁奖 杨迪出来做节目曾经得过一个奖 然后主办方说杨迪你来领奖 杨迪就坐在现场 但是就一直没有叫杨迪上去领那个奖 最后问主办方为什么你们叫他来了 还不让他上台领奖 主办方说他长得太丑了 干嘛要叫他上来 甚至变成一间取消奖项 有一个就是选秀比赛 当时有五个单项奖 然后有一个title就是什么什么的表情 这个单项奖一定就是颁给我的 结果颁奖的时候就没有我这个奖了 直接给我取消掉了 那他怎么给你解释 没有人给我解释 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 我就站在那个八万人体育馆 好多观众 他们都看着台上 不会看到台侧的一个我 张响斐参加活动更是连个组维都没有 别人玩游戏只能在一边看 也没有人愿意跟他搭话 拍电影时跟孙茜说话被频频无视 我是四三西闻 我是被骗来的 你姐这个用的碗去自杀了 其实姐你要是这样说的 那你我给你解释了 你立刻就没活的 最后委屈大哭 张鸿还是小演员时 还要被静哲抢话筒 打批也挺多的 然后因为之前有好几天的时候 连续地拍很多场打批 所以那个时候特别怀念 我说我想说一句台词 但是没记忆 杨千禧是小透明时 要被工作人员粗鲁拉开 就只是为了不挡别人的镜头 可现在他们都变成了星光翼翼的大明星 怪不得粉丝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红了真好 因为最起码你不会再失去尊严 继续地拍摄